人气演员,不仅高大帅气,气质也是温文尔雅,非常有魅力 自从和沈月主演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后,元气就一路飙升 阳光淡淡的形象更是神日人心 近年在《民国奇探》中,又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一面 近期他还有多部火热的带波剧《江西》 其中一部让人尤为期待,这部新剧就是《小风暴之十剑的玫瑰》 它真的是尾波鲜火,有着相当大的讨论热度和人气 该剧是一部都市甜宠剧 胡一天花是坠气,看见十足 除了胡一天之外,女主演是当红衣线演员乔欣 她不仅能出演甜美可爱的少女 扮起高冷撒下的玉姐也是手套擒来 手中还拿着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花,非常强劲 近期两位主演先生剧组的发布会 乔欣身穿一件黑色的抹胸短裙 一米八的大长腿在相机中都拍不全呢 腰间更是丝毫没有震肉 凹凸有致的身材真的相当优越呀 而胡一天穿了一套非常帅气的黑色西装 看上去非常的沉稳有气质 不得不说,这两人同框的画面真的是太养眼了 小编迫不及待的想要追剧了呢